一周前坐镇红口迎战国安。比赛最后20分钟,在申花已经没有换人名额的情况下,瓜林的拉伤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,实在是没办法了,申花队把瓜林推上了封线, 到了比赛最后时刻,当灯巴巴突破倒地,瘸着一条腿的瓜林逼迫防守球员,仓促肩把球解围到了莫雷诺脚下,这才有了莫雷诺突破到成为是毫忙中出错,最后时刻追平了比分,只是强行扛了20多分钟,或许也间接加重了瓜林的伤势,瓜林需要三周才能复出,吴金贵选择的解决办法,是把莫雷诺拉回来打瓜林的位置, 虽然莫雷诺回撤,导致前场的灯巴巴有些独目难知,但至少莫雷诺还有能力把球队给串联起来,然而在今天,莫雷诺也因伤早早地被换下,就连孙舍林也在下半场,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被红牌拔下,莫雷诺的受伤,对神花是个重大打击球队中场, 中路的三名主力同时出现伤亭,这对于世界上任何一支球队来说,都会是个重大的打击,何况神花队还在今年夏天放掉了原有的主力后妖新生,年初租到身心,二转去亚太的王寿廷,以及年初卖给贵州的郑凯木都是后妖,就连上条U23国家队的从镇也是后妖, 如果说前场还能让罗梅罗出现在登巴巴身后的话,那么在后妖位置上,神花队已经遇到了大麻烦,雪上加霜的红海当麻烦出现时,接下来的赛程对神花队来说也不太用好,下周末,他们将迎来本赛季第二场上海得比,虽然去年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,他们最终踩着上岗拿到了足鞋杯冠军,但此一时比一时,当上岗先后, 从亚冠,足鞋杯出局后,他们已经展现出未拿到联赛冠军殊死一搏的姿态时,近两轮联赛,他们先后从实力不俗的人和,全剑身上拿到了两场大胜,在战得比,当残阵神花前往八万人,恐怕就是再乐观的神花球你,对于球队的前景也很难乐观,如果说就算输上岗,也算是情理之中,哪怕是神花上拳主力输也算正常的话, 那么接下来打已经为宝极杀红眼的的贵州,以及已经出地随时可能反弹的华夏,有没有瓜林和莫雷诺区别恐怕就很大了,虽然胖了,但是瓜林对神花,真的很重要。 对于神花队来说,他们的赛季目标依旧是晋亚冠,即便在提拔了一群年轻人上一队,俱乐部表态要给年轻人机会以后,无论是俱乐部高层还是主教练吴金贵,依旧对冲亚冠是有想法的。 如果说在间歇期前,神花队和真冠集团只差两场球,自己还处于真亚冠集团的话,那么现在当神花间歇期后五轮即拿到六分,已经被第一集团逐渐拉开了差距时,想获得亚冠资格,他们必须要出敌反弹了。 只是当神花遇到了妖托,等巴巴回归后也没有起到人们所期望的战术效果时,想尽亚冠,恐怕他们得想想其他办法了,特别声明,文章内容不代表PP体育,观点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